接著我們要帶您看到現在很多低頭族 大家滑的都是各式各樣的APP 那麼今天我們的APP滑出智慧創意材的系列報導 我們就要帶您來看一看了 到底什麼樣的APP 大家的接受度比較高 品酒 試量最棒 過頭了絕對會出事 既然如此 茫茫酒海中 怎麼樣才能找到真正的好酒 這群年輕人有自己的工作都不是酒商 但會選擇從酒的APP開始創業 興趣是最初的動力 但接下來分鏡合集 各司其職才是真正的關鍵 精簡的五穀醬靠著純中文的五大分類 香氣 甜度 酸度 丹寧以及酒體 已經在正體字酒類APP中闖出名號 甚至成為酒商酒吧的合作對象 這個市場上的APP領 leader是誰 就把它找出來 那我們當然就是酒商開始比較注意 包含臺酒或是一些酒店的品牌上 開始要專門跟它合作 台灣有七十億的酒品市場 但在APP Store裡 只有不到十款正體四酒類APP可供下載 目前這是PK Wine最大的優勢 未來如何延伸優勢就關鍵到下一階段的成長 大家來會有互動 那我慢慢慢慢的就可以透過幾天外去活絡 這類的東西 去品酒為一個基礎 那但是大家以這個建立起來的社群 會讓我們有一個共同的興趣跟嗜好的時候 能夠比較更多的朋友 仔細留意在重要的步驟前 他們都會吐口氣 因為讓自己適度的放鬆 能提高做好事情的機率 我們用的是美國NeuroSky的腦波晶片 它算是非常準確的一個腦波晶片 那我們在台灣有十幾個產學合作案 跟學校跟研究單位合作 收集了這個適合亞洲人用的腦波database 那用這個資料庫 我們去Mapping不同的情緒的狀況 你就可以更能掌握自己的這個思考的方式 跟這個情緒狀態的控制 會選擇回到台灣創業 而且在三年內就創造利潤空間 張韶請說產品的獨特性 加上自策會的媒合 讓他們看到成功的方向 這個我們是真的一直做各種技術 可是之前都沒有想到市場的問題 慶祝在資冊會的APP穿越人區 甚至也沒和我們創投 還有業界的策略聯盟夥伴 不就這樣認識 覺得台灣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地方 包括學術界教授人都非常好 而且甚至可以在跟他們 合作研究的過程中激發出很多火花 然後也和講出更好的ID 也做出更好的產品